我看地上的蚂蚁排着长长的队 我就问爷爷啊 爷爷 为什么蚂蚁这么乖 会排队走路呢 爷爷说 那是我们这个世界 对蚂蚁来说 实在是太大太大了 小小的蚂蚁它就很容易迷路啊 所以说呢 蚂蚁在行走的时候啊 它身体里面就会 放出一种特别的那个气味 只有蚂蚁它才能闻得到 所以走在后面的那个蚂蚁啊 爸 闻着这些味道 过来陪它吧 我把这几段讲完等它睡着之后 我再走啊 一只跟着一只 它就像排队一样 我想和妈妈打个电话 我 萍萍 林自一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妈妈出差了 现在打不了电话 来 我们来给妈妈打电话 好 您好 您手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萍萍 您的订阅员已关机 您的订阅员已关机 太晚了 妈妈出差 应该已经睡觉了 好 明天 明天一定让你听到妈妈的声音 好 爷爷也累了 我来给萍萍读故事好不好 好 好 那爷爷回去休息了 好 我们来比赛 看谁先睡着 好不好 好 爷爷回去了 好 好 好 来 来 来 好 拜拜 你也回去吧 萍萍我来照顾 好 萍萍啊 林自一也回去了 明天早上我再过来 嗯 看看爷爷爷 给你读到哪里 好 好 好 蚂蚁在行走的时候 身体里会释放一种 特别的味道 嗯 这种气味只有蚂蚁才能闻得到 走在后面的蚂蚁 请问 我有权利打电话吗 你没有权利打电话 但是我们可以帮你通知他 哦 我 我想打个电话给易与盛 他是谁 是你的执行亲属吗 他是我孩子的父亲 好 知道了 你把电话报一下 我们通知他 好 139 好 爹 好 爸 孩子还在住院 他倒跟没事儿一样 还跑去出差 他 没出差 是 遇到点麻烦 什么 是 被拘留了 你说还真行啊 现在闹出什么花样来啊 我还真不紧讶 我想要聘请最好的律师 你打电话给全民说 帮他来处理 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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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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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喂老权 你干什么 没事吧 没事吧 姐 姐你怎么样 怎么了 你们怎么这么野蛮 你怎么打人啊 你们怎么这么野蛮 推人哪 这可哪儿啊这是 行了 叫他别管了 起来吧 快快快 打120 打120 怎么推人哪你们 我 我没 快打120啊 打120吧 这个地方签个字 你们二位可以先回去了 谭静要留下来 为什么谭静要留下来 要走我们一起走 对 他打了人还想走 哪有这好事 我告诉你们 我跟他没完 我要告他 你告谁啊 谁打人了 就是他 我看见了 就是他打的人 我们很多人都看见了 干什么呢 行了 别说了 说这些都没用吗 警察同事 不是 我要求做 做 做商庆鉴定 那你赶紧去啊 好了 别吵了 你们要做鉴定呢 赶紧去做鉴定 在这闹没有用的啊 走 你们二位也先回去吧 这件事呢 我们会调查清楚的 你不走 我不走 没用 你们在这儿 回去吧 偏偏还需要你们照顾呢 静姐 有警察同志呢 没事 回去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